真的想是一天一一提 台北市长当选人柯文哲今天是拜会了宜兰县长林聪贤 对北宜直线铁路呢达成了共识 他们希望呢改成这个最短距离的方案 可是会经过翡翠水库 还得交由专业呢用数据来解决难题 可是交通动线大改道也引起了不小争议 才串联北北基讨 柯文哲再到宜兰主动拜会宜兰县长林聪贤 闭门一个小时双方很快就有共识 今年四月已经拍板定案的北宜直铁 路线恐怕再有变数 环品问题回归专业 这是因为两人想联手争取南港到头城 行车时间较少的方案 不过这条路线却会经过翡翠水库及水区 不只环保团体不同意 主管单位交通部也认为 路线早在今年四月就已经敲定 新首长上任说改就改 是不想以地方包围中央 没有所谓中央的政策跟地方政策 只有好的政策跟不好的政策 所以这是可以辩论的题目 当时是根本就闪过这个 就是说不要走那个就闪掉环品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只是说如果这样 环保能不能维持 如果环保的问题可以解决的话 那还是走这条 如果环保你最后跟我讲说都不行 那只要选第二方案 一条铁路至少影响50年 你知道宁可再讨论一遍 以目前方案 九年工程完工后 台北宜兰将可缩短30公里路程 希望再减少14分钟车程 客吻者再抛出新议题 不过退翻中央方案 被质疑退回原点 再度引发争议 有点TV网上王世凯刘一轩 综合报道